又在交易的世界里没有真理 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随机 欢迎回来到Coinnight 我们社区是做全网KOL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 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晚上的时候 比特币最高涨到了27,800 随后直接就猛烈的下跌 最低跌到了27,175 然后就开始反弹 今天凌晨的时候 向上冲击 最高差到了28,297 现在又回到27,900附近震荡 昨天我的视频封面是突破失败 注意回调 果然就回调了一下 把很多多军都震下车了 那接下来比特币会怎么走呢 狗庄还会继续玩什么假动作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Jason 他在昨天晚上7点半的时候说 昨天的两个想法都实现了 现在我们来做一些新的分析 静静期待 然后他给他两个交易计划 一个是让大家在27,988去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28,300 最终只因为放在26,902 第二个交易计划 是让大家在27,326附近去开多 最高的话看多到28,275 那这个多单计划的话 可以说把昨天这个上升趋势都吃完了 然后他给了一下支撑阻力位 前高那个地方是27,821 上方阻力位是28,100到28,300 下方的支撑位是27,300到27,400 最下面那个大的支撑范围是26,800到27,000 昨天刚好就涨到27,800多左右 随后美国发布了飞龙数据 然后就开始下跌 然后Jason接着预估了一下走势 就是在27,840左右 那个支撑范围内去开空 然后跌到27,400多再去开多 很准吧小伙伴们 随后他在昨晚9点钟的时候说 在我看来 TPE是完美的长镜头 就是28,000那个地方 他认为是TPE 我们有非常看涨的背离 但纽约股市开盘后 我们可能会再次走低 随后9点半的时候 他说M1XC和Big X 从未触及低点 因此我们可能重新访问 注意M1XC的CDW加Big X的最高的低点 随后他接着说 直播中的交易计划 就在27,059的多单 这一单并没有达成 随后他又给了两个空单计划 第一个是让大家在28,574去开空 最低的话看空到26,900 止损的话放在29,509 第二个空单计划是30,242开空 最低的话同样看到26,900 然后昨晚11点钟的时候 Jason对接下来上涨 给了一个他的预期 就是28,275 下半月线的话在27,250 然后今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 他说你们好 本周交易结束了 我已经把我的TP和SL定好了 准备从图表中抽出一些时间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愿上帝保佑你们 感谢你们让这里成为 世界上最好的交易社区 好可以说 那个多单肯定是能接到的 并且指引位的话也给大家了 昨天那个空单的话 我在电报群里面 晚上7点半的时候提示过大家 还是有不少小伙伴赚到钱了 好这是Jason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 Daniel 他在昨天晚上6点半的时候 说昨天CCV给出了 准确的美元低点 今天我们激活了一个CCV目标 但多头的目标 仍然是28,102美元 随后在昨晚7点半的时候 他说再回调时 我做了多头交易 然后美国那边就开会了 比特币就直接跌下来了 他说在我写这本文章时 ES正在回调 请注意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将对比特币产生负面影响 随后昨晚9点钟的时候 他说 ES继续下跌 我退出了比特币的多头 然后下跌结束之后 Daniel又去开了一个比特币的多单 他说 BTC以SFP结尾 进入NPOC 很高兴做这笔多头交易 他是让大家在27,278去开一个多单 随后马上就反弹回了27,400 然后Daniel说 很高兴能在每日公开赛的多头比赛中 锁定TPE 我注意到没有其他交易者获得SFP 只有Bybit 这就是我喜欢Bybit的原因 哈哈 昨天很多交易所没有让Bybit跌那么深哦 像币安的话 只跌到了27,175 但是Daniel让你开的时候 你就开了完了 不管你是在哪个交易所 随后Daniel说 我们正在寻找迷你系列POC 我没打算去 当我们再次低于PDVAV时 他就失效了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PDVAL上 我打算再次瞄准CCV目标 随后昨晚10点半的时候 他说该多头的目标仍然为28,108美元 然后今早7点钟的时候 他说多头交易的TP2 现在达到CCV目标 将上调止损止盈 让剩下的交易运行至29,400美元 然后进入30,400美元区域 交易就是这么简单 我得到了SFP在NPOC上的反应 于是我做多了 然后耐心等待更高目标 并设置出了止损保护 一觉醒来 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TP2 好 这是Daniel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 昨天那波下跌的话 Daniel没有抓到 但是这波上涨的话 他抓到了哟 并且Daniel接下来继续看29,400 30,400 大方向上的话 他是看多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在昨晚11点钟的时候说 低气压可能席卷周一的高气压 他画的上面那根线 对应的是28,680 中间线的话 对应的是28,175 下面那根线 对应的是27,150 最下面那根线 对应的是25,740 相当于的话 亚瑟依然认为是一个震荡行情 小时间框带上的话 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去震荡 去开多和开空就OK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些支撑阻力位 随后我们来看一下Rose 他昨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说 关闭ETH 比特币购买设置 他让大家在27,543去开多 最高的话 看多到29,421 止损的话放在26,613 然后他说 最近周末或新的一周初期应该会有大动作 当CME和华尔街关闭时 就是比特币多头的时候了 对不起 我最近翻来覆去 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是游戏的一部分 我的理论是 由于宏观背景看跌 CME的交易员不希望比特币上涨 但在股票和黄金市场大幅抛售的同时 CME也未能推动价格走低 所以周末加密货币多头仍然有空间 随后昨晚10点钟的时候他说 比特币仍然在27500 附近横盘比特币主导地位上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周目睹了ALTS遭受损失的原因 在比特币开始牛市时 想要获得一种能跑因比特币的硬币并不容易 然后他就说 这不是价格的问题 而是实际的问题 比特币多头应该在本月23到27号的区间内完成交易 到达35500点 随后今早10点钟的时候他说 中国人民银行本周印钞力度超过2022年3月以来的任何一周 由于比特币波动 许多别名的做事商甚至在周末关闭了他们的设备 我们去钓鱼吧 比特币在失手27000点之前仍然看涨 好这是Rose的观点 整体来说的话Rose是看涨的 他看多到2900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多金的力量比空军要强 庄家跌回27200去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如果上涨到28200去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全局爆章图26500那个地方的多单依然还存在 但是相较于昨天来说要少了一些 这个量能如果存在的话 庄家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去拉盘 好 今天留言分析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